你好,欢迎收看7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宜贵 花莲县政府13号分别是在苏花改中人隧道河中部落还有花莲市的国心里 举行109年灾害防救演习 首先上午先封闭了苏花改中人隧道与公路总局来进行隧道事故的救援演练 透过模拟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冒出浓烟 遮蔽隧道内视线造成多车回堵的情境 公路总局、宜兰县还有花莲县消防局、卫生局等应变单位 借由五脚本的演练磨合救援当下的合作默契 要强化隧道事故的救援能力 目前中人隧道和花莲方向153.02公里处事故处置中 请用路灯留在12号宜兰连落通道 一刻安全与计处理时间120分钟 敬请来信等候 谢谢您的合作 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在今年1月6日通车后 对于花莲连外交通带来方便 而6月20日起行车速线提升至70公里后 难来北往的车流量更是逐日增加 为了保障乡亲在这条公路能行驶更为安心 花莲县府13日在苏花改中人隧道 河中部落及花莲市国新里 举行109年在害房救演习 首先上午来到秀林乡 先封闭苏花改中人隧道 与公路总局进行隧道事故救援演练 透过模拟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 冒出浓烟 遮蔽隧道内视线 造成多车毁堵的情境 从翻车事故 洒水扑灭可能的火势 到破车救护受困民众 宛如真实情境的发生 隧后公路总局 宜兰县及花莲县消防局 卫生局等应变单位 透过五脚本演练 磨合救援当下的合作默契 强化隧道事故救援效能 期盼在进入暑假旺季 藉由眼泪磨合 验证应变作业流程是否可行 检视是否正能符合带救者的需求 给予带救者最大的安全保障 记者掌方验秀灵商报导